早点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关小姐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七月初七嘛 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 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继续会当作奇人节 我妈妈就跟我讲 牛郎之女的故事 只觉得之女好可怜啊 后来长大了才明白 虽然一年只能见一次 但是相爱的人能够相见一次 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 所以今天是人类的情人节 琪琪给女朋友买树花吧 真好看啊 那这个吧 咱们 行 那好啊 谢谢老板 欢迎光临 好香啊 好看吧 这都是今天新到的 随便看一看啊 谢谢 欢迎下次再来 关小姐 送给你 谢谢 可乐先生 可以再帮我一个忙吗 可以啊 谢谢 你知道吗 在这个摩天轮上 可以看到全是最好的夜景 是不是安美啊 是啊 你以前经常来吧 我是第一次来 我以前一直觉得 这种地方 一定要跟喜欢的人 一起来才好 一个人看的话太浪费了 所以我就一直忍着忍着 想要找一个特殊的日子 和心爱的人一起来 看来有些景色 是注定没有办法分享的 对不起啊 让你失望了 不是 对不起 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才对啊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好像有点恐高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不能分享的景色 不看也罢 曾经听过一首歌 歌词里说 生活就是当你忙着做别的计划时 发生在你身上的意外 我们习惯了去计划自己的人生 可人生中总是充满意外 它会让当下的你 感到措手不及 然后又在不经意间发现 原来你的生活 正在一点点地改变 正在一点点地改变 对不起 能帮我把这封信扔了吗 有意就不要扔 那你能帮我最后一个忙吗 帮我念一遍这封信吧 给未来的皮皮 我喜欢和你一起上学 我喜欢和你一起跑步 我喜欢和你一起看电影 喜欢和你一起玩游戏 我喜欢和你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 因为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 最善良的 最可爱的女孩 等我们长大了 可以和我结婚吗 我永远不会欺骗你 不会让你受委屈 这样 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五年里有班 陶家 不用再念了 对不起 赫兰先生 今天不应该让你为我做这么多事情 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没有了 今天谢谢你 关小姐 散 不用了 你呢 我一定会让你监狗 对不起 你呀 我怕你 要不怕我 我怕你 你会把你找到个人 那儿 对不起 我怕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